那么现在开始展示我们的游戏 这个是主菜单有两个键 一个是start x exit 点击start就会进入游戏 在主角面前是我们的NPC 可以跟他进行交互 但是远离的话这个交互的提示就会消失 也是比较符合RPG游戏的一个交互逻辑吧 按下p就可以跟他进行交互 进入这个UI商店界面 然后可以买三种药水 左边是他的一个图片的描述 旁边有一个显示商品的价格 点一个小的点一个中的 然后我们离开 离开商店界面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游戏的规则 这个游戏是要把底下和上面 两拨怪都清除掉 然后穿过对面那个门 就获得关卡的胜利 这个怪在我们不跟他进行对抗的时候 他是自己在原地的一个小范围内 进行巡逻的 并且给他设置了一个可视范围 就如果他看见我之后 才会朝我追来对我进行攻击 但这个可视范围是不是很大 OK他现在看到我了 我跳下来看到我之后 他移速变快 从200变成400 最后非常快 我在场景里面搭建一个箱子 我跳上来 我就可以躲避攻击 其实他看见我 他也是打不到我的 让我下来打这个小怪 对他进行一波偷袭 然后利用中间这个箱子 穿来穿去 我们可以在左右横跳打这个怪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对面三个怪同时打我们 我们会处理不过来 所以给玩家设置一个中间可以横跳的箱子 这个要玩家自己去发掘 他的如何来利用这个箱子 第二个比较好处理的方法是 我们可以跳这个怪头上 我把主角和怪设置的这个碰撞方式 它们不会重叠 而且有一个阻挡效果 所以我可以跳它头上 并且因为这个怪的身高不是很高 我可以跳上来 但是如果 你看现在这个比较大的怪 也看到我们了 因为我们刚才离 他的那个范围太近 他也看到我们他跳下来了 他这个身高比较高 我们就没办法用刚才那种方式来躲遍攻击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办呢 如果玩家细心一点的话 会发现右边还有一个箱子 这边有个浮空很奇怪的箱子 这个箱子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走过来 走到这个箱子来这边 先吸引他 吸引怪吸引过来 我们发现怪不跟踪我们了 因为怪丢失了视野 然后我们再出来把这个怪偷袭打死掉 因为我在给怪的设置里面 如果它丢失我视野之后 它是不会再进行追踪的 虽然它在我在箱子外的时候看到我 但它不会跟踪我到这里来 我可以利用这个箱子来进行一个卡视野 快速把这只怪打死掉 OK怪物倒地了 进行一个死亡动画的播放 然后把最后一只怪也打死 然后上面那边原本是有两只绿油油的怪 但是有一只跳了下来 其实这两只怪是不同的 我等会会说一下 其中刚才掉下来的只怪 它的可视范围半径会比较大 但是刚才那只怪 它的攻击速度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后面这只怪 它攻击速度比较大 攻击速度大会常生什么情况 如果我们直线走过去 因为我们没有可以躲避的空间 很容易就会被它这个攻击达到 那这里处理最后这只怪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找这个捷径 从侧面这个地方是可以跳过去的 为了防止刚才直线过去会被卡住 我给角色设置的这个跳跃高度是非常高的 它可以从侧面直接跳过来 你看它打我是很痛的 而且攻速非常快 如果我们刚才直线走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然后我们现在跳过来 试一下这个雪包 这个雪包是可以直接回满血 我在整个地图设置了两个 左边也是有一个的 然后我们跳回来跟它继续搏斗 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算我们从比较空旷的地方跳过来 还是有个问题 你看这里 就是我打了一下平A之后 我这个人物它是有一个后摇的 也就是说即使玩家先操控主角动手 但是如果怪物也出手的话 我还是会被打住 而且它打我伤害比我打它伤害高 而且这里不像刚才在底下可以利用箱子来卡视野偷袭的这种方式了 因为我在上面是没有设置这档物的 我非常容易被它通过旋转随机早点的方式 很快能看到我 那如果我直接平A跟它对录的话 我就会死亡 那我这个游戏就输掉了 我这里重新录了两段说明一下解决的方式 第一种是按下一键 我们看到底下有一个UI冷却系统 这个一键之后就是用了一个技能 把我的伤害给提高了 我可以Ace它 但是这个方法它并不是非常万能的 就我相当于是跟它两边硬吃伤害 在互相对打 这并不是一种最好的解决方式 我们先走到门对面完成一下游戏的目标 然后再录一下另外一种解决方法 另外一种解决方法的话是利用敌人的后摇 就这个设置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们有后摇 敌人也是有后摇的 我们先触发它的攻击 然后再去偷它 这样我们对它造成伤害的时候 它也不会对我们造成攻击 因为在设置里面怪物的后摇是比我们主角要大的 游戏展示就到这里了 然后接下来是蓝图修改的展示 首先是人物蓝图方面修改 这一部分原本是再生血量技能的设置 原本设置血量在低于默认值的时候 就会开始自动回复 我们把这里的默认值1.0改成原本的一半 然后修改一下回血的速率 修改完血量之后来找到角色的技能系统 再按一下意见之后角色会进行技能的冷却判定 我们把冷却的时间进行修改 修改完技能相关系统之后来到下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是角色普通攻击四连击的设置 每进行一次攻击后它会存储攻击的次数 然后进行不同蒙太奇的播放 因为这里调用的蒙太奇动画就是角色攻击时播放的动画 所以在这里修改动画播放的速率实际上就是在更改角色攻击的速率 与攻击相关的设置除了这个攻击速率以外还有碰撞的体积 可以进入人物的室口窗口找到这个heatbox 通过修改这个heatbox的位置来改变碰撞体积的位置 它现在因为在播放动画蓝图 整体的盒子其实不太好移动 我们可以把它的默认设置进行修改 我们让它只播放一个静止不动动画 这样方便移动它其他的物件 把这个heatbox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了 在实战中的效果就是增加攻击的距离 调整完之后记得把骨骼的预览 从这个静止不动动画改回为动画蓝图 不然它会一直停在那里 接着我们可以稍微修改一下人物自身的参数 比如说这个跳距Z的速度 我们把它提高到700的原因 就是为了刚才在游戏展示部分 可以从侧面跳到怪物的身边 这里演示的话可以先把它修改低一点 然后接着去找到角色最大行走速度和蹲伏速度 也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这样人物蓝图大致就展示完了 我们下一部分来到AI的行为术 行为术这块在游戏里面是控制怪物的行为逻辑 总共分为两个大块 左边大块是它受到攻击和死亡的时候 右边大块是它的攻击模式以及它巡逻状态下两个方面 当进入左边这个受到攻击或者死亡的状态的时候 它都会停一秒来进行一个判断 不会马上说回到右边的逻辑 在左边逻辑上设置了一个布尔值作为观察的变量 左边的布尔变量如果也设置成未设置的话 就和右边条件一样的 这个是方便演示才进行一个修改 实际上是修改不了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巡逻这一块 还有攻击这一块 它有两个千斤speed的 有两个修改速度的模式 其实就是怪物发行玩家之后 它的移动速度我们会给它进行一个重新设置 我们打开千斤speed的第一个 把这边最大行走速度从400盖成500 这样他们看到我的时候移动速度会更快 然后打开千斤speed2 这里形式对速度进行一个重新设置 因为反过巡逻状态下的话 速度不能一直保持原本攻击状态下的速度 我们要把速度重新设置回它原本的默认值 也可以比原本默认值略微高一点 表示在受到攻击之后 已经相对处于一个比较警觉的状态 更改完两个千斤speed之后 我们再返回行为数 看看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在巡逻状态的第四个行为 wait这里它是每次巡逻之后 达到那个点之后它会进行一个等待 可以把这个等待时间修改短一点 也就意味着巡逻次数更加频繁 然后来到攻击状态这里有个move2 它是move2的对象是我们的玩家 这里有个可接受的半径 因为怪物攻击范围实际上还是比较大 这个可接受半径可以稍微改大一点 这样行为数这块就差不多修改完了 接下来到第三个模块是动画蓝图 我们找这个boss的动画蓝图来做一个演示吧 我们到状态机界面里面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workfast的状态 进来可以修改它这个具体的演示动画 这里原来是workforward 可以改一个向后走的动画 但是因为具体并不是我们要的效果 这里是为了演示才把它进行一个修改 最后说一下空间蓝图这部分 就是刚才在作品展示的时候 有一个黄色雪条跟着逐渐消失的效果 在这里UI界面实际上是有两个雪条的 一个红雪条和一个黄雪条 我们现在进入黄雪条绑定的 这个逐渐消失的函数来进行修改 翻它链接到的是人物蓝图中的背景雪亮 这个参数 我们来到人物蓝图中 我们把这个缓慢消失的速率再进行一个修改 差不多就完成了 然后还有一个冷却系统的静变特效 我们看一下这个progressbar它绑定的函数 进来它也是链接到人物蓝图里面的冷却这个参数 然后回到人物蓝图 修改一下冷却参数 蓝图展示部分到这里就都结束了